歡迎收看多仁多 明報 530 今天是10月17日 加拿大統計局今天公布 9月份通脹率是3.8% 低於上月的4% 核心通脹亦有降溫跡象 估計央行下星期的議息結果可能按兵不動 關於中國軍機以不安全不專業的方式攔截加國軍機 中方今天就說 嘩!還好說 是加拿大經常以執行聯合國任務做藉口 乘機挑釁 我們才是受害人 超小說有計劃穩定食品價格 但又神神秘秘什麼都不肯說 都不知道是有減還是沒有減 真減還是假減 昨日530說過在一宗交通意外 行人和司機雙方的責任 結果留言上大家各有說法 而話口未完 溫哥華就出現了這個實例 今次是警察被人罵爆 溫哥華的自民王家騎警日前在社交媒體發布了一段影片 提出司機和行人 雙方對道路安全都有責任 但很多人又抨擊 警方的說法脫離現實 將安全責任歸咎給行人 這段詳細十一秒的影片顯示 一位女士只準備出去外面散步 當時是白天 她穿著一件黑色蓮帽衣 兩隻耳朵戴著Airbox 她按了行人路上過馬路的按鈕 接著過馬路的綠燈就著了 於是她就過馬路了 然後一輛汽車突然迎面駛來 而車上司機只是低頭看著手機 那一輛車差點遇到少女 但司機在千鈞一發之際 便及時停車 兩個人驚惶傷事 司機把手機放下 這時候 那個女士把一隻Airbox拿出來 最後畫面上打出 行人安全是一條雙向的路 這樣的字句 但很多人對這段影片的看法就是 司機開車時 她用手機是犯法的 但戴耳機過馬路的人 是沒有犯法的 有人認為 在開車時 留意安全是司機的責任 而將責任歸咎於行人 穿上深色衣服 或者聽音樂 這是有欠公道 有人說 如果是這樣 那些安全專家 下次可以提出來 聽力有問題的人 以後不准出街過馬路 一個市民投言說 一個人 他是合法使用行人線來過馬路 而另一個人 就分心超速駕駛 究竟行人有甚麼責任 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有百分百安撐種植的花旗參 自保養顏的燕窩棧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還有花膠、冰酒、各款海味 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可以到第一廣場 或者萬禁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十一年成為 安撒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受選港利行 聯邦外交事務部長喬美蘭 今日表示 第六名加拿大人拉皮特 在以赫戰爭中確認死亡 他是以色列音樂節中 遭哈馬斯襲擊而死 目前在襲擊中 失蹤的加拿大人仍有兩人 總理杜魯多表示 不排除兩名失蹤的加拿大人 是被哈馬斯武裝分子劫走做人質 喬美蘭今天敦促 目前仍然在以色列或者 約旦河西岸的加拿大人 如果想離開的話 要把握聯邦政府 目前利用軍機撤僑的機會 因為當地安全環境急速變化 聯邦政府也不能確定 軍機撤僑的安排 可以持續幾長時間 昨晚第十班接載撤離以色列的加拿大人 從希列雅點飛往本國的家行 昨晚抵達皮爾遜國際機場 接機的人見到親人平安歸來 都忍不住感動到流出眼淚 昨晚抵達加拿大的 包括一名86歲的女長者 她表示以色列是她成長受教育的地方 現在要她離開自己的家 她很不捨得 另外一名只有18歲的女生 原本在以色列留學 遇上襲擊事件時 她的妹妹剛前來探訪她 兩姐妹的父親表示 過去十天一路坦堤不安 心亂如麻 現在終於可以放下心頭石 而省長福特今天在省議會上提出動議 呼籲譴責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 並承認以色列有權捍衛自己和其人民 面受這種可怕暴力的權利 她說對於我們所見到的恐怖行為 沒有任何藉口 沒有任何理由 這是恐怖主義的最黑暗形式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對於加拿大軍機在國際水域上空 被中國軍機依據侵略性方式攔截事件 中國方面今天作出回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今天在禮行記者招待會中 被發生社記者問到 中國一架戰機昨日即是16日 以不安全、不專業的方式 對加拿大的一架偵察機實施了攔截 中方至今所掌握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毛寧回答記者說 在10月14日 加拿大一架CP-140型機 非法侵入中國釣魚島附屬島嶼尺尾罪領空 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威脅中國國家安全 針對加方的挑釁行為 中方影向加方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軍隊也在現場採取了必要處置措施 毛寧說 近年加拿大軍機 以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為藉口 頻繁對中國抵禁偵察並挑釁 需要強調的是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從未授權任何國家以執行決議為理由 在他國管轄海空域部署軍力 開展間諜偵查活動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執行決議為命 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主權 中方敦促加方正式事態的嚴重性 立即停止冒險挑釁行為 整件事 加拿大方面 昨天說起來 加方是受害人 加拿大國防部長布萊爾更加說 中國軍機的這種行為是危險而勞莽 加拿大會以最適當的方式 向中國表達這個立場 但他亦沒有說明 當時事發的地點是在哪裏 只是在國際水域上空 但今天 在毛鳴口中 受害人變成了中方 彭博通訊社在報道中指出 中國外交部的表態顯示出 中國是不滿西方軍機靠近他們的近海 雖然這些行動只是在國際空域進行 而釣魚島主權誰屬的問題 也都一直引起國際爭議 中國、日本、台灣都說他們擁有釣魚島的主權 我是瓦佳淨水 Michael Chiu 疫情都未過 現在又說輻射水飄來 不過又不用太擔心 大家好像平時那樣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喝我們瓦佳淨水 加拿大統計局今天公布 今年9月通脹率是3.8% 較8月份的4%有Semi下降 通脹回落 預料央行下星期三 將會觀望 按兵不動 保持基準利率不變 對於有房屋按揭的業主 和有卡數的人士來說 預計可以暫時鬆一口氣 央行將會在下星期三公布 最新一次儀式結果 統計局說 數據指出 安年計加拿大人支付較低價格接機票 內用品價格也下降 但雜貨價格仍上漲 安年增加5.8% 但低於8月份的6.9% 無論如何 較高的汽油價格 構成通脹壓力 按年稀油價格 9月份升7.5% 道明銀行今天說 加拿大央行量度基本通脹工具 9月份也有所後退 消費物價指數 由CPI調整值年減0.2% 從8月按年3.9% 降至3.7% CPI中位數按年減0.3% 從8月4.1% 下降至3.8% 道明銀行說 統計局今天通脹數據顯示 是解決通脹鬥爭最後一站的另一步 尤其是核心通脹指標 是連續幾個月升溫後有所回落 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進展 在今天的通脹數據下 加拿大央行現在就在下週做出 偵測決定之前掌握了所有相關數據 除了其他顯示加拿大經濟降溫勢頭之外 還有足夠的證據 表明加拿大央行下週將會採取官網態度 將基準利率維持於5%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高級經濟學家 格蘭失母說 3.8%的通脹率從來都不是好事 但就這個月來看 這個可能是我們希望提到最好的 就整個第三季而言 年度通脹率平均是3.7% 仍然是高於加拿大央行上次預測的3.3% 但隨著第二季和第三季經濟活動陷入停滯 過正需求似乎只是減少 這樣是表明未來幾季通脹應該會繼續減速 而無需進一步加息 Hello各位加拿大朋友 你好我是Ronald鄭忠基 鄭忠基Fragments of Wonder 世界巡迴演唱會2023 將會是10月來到加拿大 我相信在任何地方 大家都會找到快樂的小碎片 我希望到時那一晚 可以見到你們 和你們一起開開心心玩玩 10月加拿大見 密切留意Solay Entertainment Facebook 帳號 參加活動還有額外激氣 聯邦工業部長湘澎菲 在這個月初已提到 加拿大五大超市 包括粒羅、Metro、Empire、Walmart和Costco 已向聯邦政府提交了 如何在高通脹下穩定價格的初步計劃 但到現在為止 這個所謂計劃仍然是神神秘秘 到底食物價格有減還是沒有減 大家又能否感受得到 尚澎菲說 超市可能是基於同行競爭 不想太早公開自己的減價計劃 有媒體上星期聯繫了五大超市 要求他們提供更多 關於向聯邦政府承諾減價的細節 粒羅和Costco沒有回應 Metro拒絕資品 Walmart發言人表示 他們承諾繼續提供每天的低價 而所謂的低價是真的減價 而不是促銷策略 至於Sobis所屬的Empire發言人 博斯維爾表示 我們的計劃在競爭上非常敏感 所以不打算在商店推出前作任何討論 其實歐洲的英法兩國也有類似的情況 但穩定物價措施就具體得多 包括英國零售巨頭Aster 在6月宣布 凍結500種產品價格到8月底 法國政府也在今年初 與超市連鎖店達成為期三個月的協議 要求他們降低幾百種煮食和其他食品的價格 雖然雙彭菲經常說 要學一下英法兩個國家 不過他亦補充說 本國的超市是不習慣政府干預 聯邦政府之前在阿泰華 照見五大超市的高級管理層已經賣出一大步 他認為減價只是暫時性措施 關鍵是在加拿大三大超市 控制著60%以上市場份額 要在中長期內穩定價格 最佳方法始終創造更多競爭 至於2150毫米Nickel Avenue 封瓦超級市場已開啟24小時營業模式 每天早上6時開始供應中式早餐 還有大量優質貨品超特價 把你買到笑哈哈 封瓦超市24小時天天營業 恭候各位光臨 聯邦政府出招 敢不敢得食物價格就真的不知 但車價就似乎敢不住 根據autotrader.ca的資料顯示 至於加拿大新車9月份 平均價格飆升到67817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近20% 而首車的平均價格也要39155元 按年上漲4.3% autotrader.ca的第三季度價格指數報告指出 雖然自2021年年中以來 新車的庫存量水平達到歷史新高 但因為疫情打亂供應鏈 和全球半導體芯片短距影響 積壓需求仍高於供應 業內人士預測 高需求再加上現在通脹的環境 意味著汽車的平均價格 要跌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還需要一段時間 甚至可能永遠都不會發生 加拿大JD Power的高級經理卡維爾表示 利率持續高企 大多數在疫情前出車的加拿大人 到2025年和2026年就到期續約 屆時每月供款將提高 部分人未必能負擔得起 必須作出取捨 今年9月新車平均月供是825元 比2019年9月上漲了37.5% 對動汽車價格上升的原因 除了供求失行外 還包括越來越多消費者更喜歡買大型汽車 例如SUV和電動汽車 作為一個大城市 還要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大城市 多人多洩真是無奇不有 乘地鐵本來很平常 但駕著電單車去乘地鐵 你又見過沒有? 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在聖George地鐵站裡 一個男人就駕著一部巨型電單車 強行濕入一個已經擠滿乘客的地鐵車廂 雖然當時車廂已經滿座 但對於這個男人來說無所謂 因為他直接坐在電單車座椅上 不過難為其他乘客 因為電單車阻礙出入口 乘客上下車相當不方便 有人將有關片段上載到社交媒體上 就問這樣可以嗎? 有人就說可以 為何不可以? 公共交通就是用來運送人和物品 那現在這個男人 就是在運送他自己和他的物品 話就是這樣說 但根據規定 其實這樣做是不可以 沒錯 在周末和非繁忙的交通時段 只要地鐵車廂有足夠空間 乘客可以允許攜帶單車 入地鐵車廂裡 但這個規定就不適用於電單車 公車局的網站上也註明 任何人都不能將由內燃機發動的汽車 帶入地鐵站裡 一些大件物品 如果可能會對任何人造成不便 或危害安全也不鼓勵 只要在非高峰時段才允許攜帶 如果發現有人違規 就可能會被處以高額罰款 三個偷車賊 今天凌晨時分 在杜蘭區的匹克林市偷車時 被趕到來的警員當場禽獲 事件中 兩名偷車賊和兩名警員受傷 要出動到安省特別調查組 介入調查 警方表示 今天凌晨4時15分接報 指位於Wise Road及Shopard Avenue 的一間住宅有偷車事件發生 警員趕到現場時 一名歹徒正拿著偷來的汽車逃走 於是展開拘捕行動 警方表示 到場的警員 發現一名歹徒正在準備逃走 這名歹徒拿著偷來的汽車 撞上另一部汽車 之後就下車逃走 但跑到沒有多遠 就被帶同警圈的警員抓住 警方表示 歹徒當時還試圖偷竊區內的其他車輛 目前三名歹徒已被拘留 安省特別調查組S.I.U.表示 駕著塞車的一名21歲男子 及車上另一名27歲的乘客 在意外中重傷 已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而兩名警察亦在碰撞中受慶傷 亦已送院治理 意外現場顯示 一部警車車頭嚴重受損 離警車沒有多遠的另一部房車也受損 這部車撞上一間屋前面的一棵樹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7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14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源氣候價格沒有升 維持在每公升151.9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 今天在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出席交流座談會 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有潛力成為中美合作的平台 他提到如果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有機會訪問美國 建議他們向美國民眾多多介紹一國兩制 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今天起在北京舉行 歐倫斯希望美國能重新評估一帶一路的倡議 他指出中美兩國政府和企業 可以探索在一帶一路國家合作的方法 做一些誘助當地的事 因為貧困是恐怖主義的溫床 減少貧困就會減少恐怖主義 他多次強調中美兩國需要對話 如果不對話關係只會惡化 如果兩國元首缺乏共識和交流 雙方官員很難開展後續工作 多倫斯指出 近日有民意調查顯示 82%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 因此對美國政治人物來說 與中國展開建設性合作 不會帶來太大利益 今年6月 FIVB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於紅磡體育館舉行 中國隊在6月16日出佔寶加利亞 一名21歲青年 涉嫌要賽前奏放中國哥哥期間 公開故意侮辱哥哥 因此被控一項侮辱哥哥罪 裁判官應辯方要求 將案件押後至12月14日再審 以待辯方索取文件 這段期間被告獲准以5000元保釋 被告陳百裔21歲報稱無業 被控於2023年6月16日 在香港九龍洪磡唱運道9號 香港體育館內 公開和故意侮辱哥哥 據悉被告在就放哥哥期間 不站起來而且改唱其他歌曲 我們一起再歡迎來到月初六樓監有 綠色家重演唱會 香港人站取得圓滿成功 乾杯 香港人站取得圓滿成功 你搭紅館生發 是不是新加坡製成在搭紅館有什麼特別感受 其實就 又不會有什麼特別感受的 因為我始終都算是紅館出生的 如果說唱歌 就算我還未開正式自己個人演唱會 我算是上紅館做的 因為八五年的時候就上了 算是歸屬感強一點 當然是 所謂的壓力永遠都是自己給自己的 回到來就不想壞 在那裏壞了就不覺得就不覺得 內容上與香港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中途一直在修正 希望那個表演可以去到哪裏都OK 現在我們暫時都覺得是挺完整的 現在到目前為止 那個表現合 你真的越來越多些不同的 經常說自己很麻煩 經常說自己很越來越麻煩 為什麼這麼麻煩 那個 麻煩是年紀大了就麻煩一些 多很多事情 可能做多了 現在以前小時候很多時候會聽 會妥協多些 其實會聽他們 隨便啦 這樣 將就多些 現在 好話不要聽 是吧 做一次一次一次的時候 很想忠於自己多些 那變成就 他們 我剛才台上說的都是肺虎之言 真的覺得他們辛苦 因為 沒看到的 好 這樣 我 要